各位早晨,這齣Colonia,以我的認知,在香港曾經短暫地有上映 但我的名字也不太記得,待會要搜尋 你看看他這個poster,他主要是推銷Emma Watson 這也不合理,他是個嘉賓 另外,他說A film by Academy Award winner Florian Gallenberger 他說的是一個金像獎得獎者 但我搜尋後發現這個導演是得過金像獎,但他得過金像獎 就是一個短片Category,所以你要有合理期待 不要以為讓我去捧場,看看金像獎得主的作品 其實他是短片,短片也難拿,但這一齣是長片 有些不同 這齣戲的題材也挺有趣的 就是說是改編至真人真事 inspired by true story 很久以前的智利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時候 那裡就有一個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好像有一個村落 在裡面好像有自己一個王國 就叫做colonia dignidad 這個地方 理論上他是類似宗教團體 一些慈善團體 他名義上是這樣的 宗教慈善團體 但他們是很排外的 弄得邪教 並且 他將一些 在上掌權者的敵人 你敢說NO 敢挑戰在上掌權者 有些秘密警察把你困在那裡 然後在那一個地方對你有些虐待 精神虐待 肉體虐待 搞到你人不像鬼 他又有很多奇怪的規矩 例如 女人和男人不可以混在一起 其實也有點像現代教會 有些保守的教會 男和女不能混在一起 如果他知道你偷偷地想拍拖的話 他會有很嚴重的懲罰 整個情況是挺恐怖的 這一組 這個組織是真實的 但是他這個故事的主要 男女主角就是Emma Watson Denu Bra 他們是一些虛構的角色 主要是說他們本來是一對戀人 後來 因為他的男朋友 是社會活動的 又拍照 又幫一些意見分子 搞一些Poster 然後被人捉鬼了 被秘密警察 就混了去 剛才我說的邪教的地方 然後Emma Watson就要想辦法 運進去 意圖救回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 面前又出氣 說她在這個組織裡的生活 所見所聞 那些緊張的地方就是 她究竟能不能成功 逃出呢? 以及她的男朋友 這就是這一齣 先說一下那些 演員 可能有些人都是Emma Watson的狗公 這個Emma Watson現在大了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她的五官是漂亮的 有些近鏡的那些 其實這個Poster的照片 拍得不太漂亮 在電影裡面 有動作 她實際上是挺漂亮的 但是 始終都是一個小孩子 在這張電影裡面 她演某一個人的女朋友 有上床 好像很性感 我覺得很不確定 所以這個角色 不太好看 雖然是挺漂亮的 另外那個男主角 Daniel Bra 其實我是喜歡她的 因為我自從 看過她之前 那一齣 賽車的電影 Rush 我覺得她 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看 那一齣電影也很好看 她亦都做得很好看 她令那齣電影又提升了很多 自從那一齣電影之後 我對她零眼相看 但是這齣電影 她是沒有什麼發揮的機會 其實她演很多的電影都是沒有什麼發揮的機會 她演那些什麼 Captain America 那些 演奸國 那些 都沒有什麼好看 但其實她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Anyway 她是沒有什麼機會發揮 所以沒有什麼好看 另外那個Michael Nukvis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那個做龍民生 原裝版本的龍民生那個男主角 那她 做龍民生那裡是很好看的 但是她進軍荷里活之後 經常做一些限國 Mission Impossible 做一些奸國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看的 但這齣電影是 比較多表現的機會 因為她做過瘋子 好像做一些很變態的人 邪教組織那個教主 表現是比較多的 但是我也不可以說是好看的 因為都挺over the top 可能那個人真人都挺over the top 但是 我不覺得是一個好看的角色 所以這齣電影整體上來說 她有三個不錯的演員 但是 不是 很好的演出 我覺得這齣電影有一點 兩頭不到岸 她 是基於一個真實的 情景 當時的確是有這個colonia 但是她說的故事其實是很失實的 尤其是看到在結尾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搞錯 沒有可能是這樣的發生 我也不需要搜尋 這些角色肯定 男女主角和她最後的情況 肯定是假的 所以她想拍一個有真實感的 即是她用一個真實的故事 但是她拍出來那齣電影是很失實的 所以那部分有一點令人失望 而且她也令到整件事沒有那麼恐怖 我看完這齣電影 然後我去做一些research 看看這個colonia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我覺得我看維基的故事比看這齣電影更恐怖 所以真的有影響 所以作為一出的懸疑片來說 我覺得這齣電影就不夠恐怖 因為她拍一下那個故事就失實了 很強烈一個虛構 的感覺 你會覺得很流 很流 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也是一個 浪漫的故事 因為中間那條主線是說 這個女朋友想救回男朋友 本應是很浪漫的 但也拍不到那齣浪漫感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齣電影 故事的題材有趣 但拍出來就不太好看 她也有很好的演員 但那些演員好像沒什麼戲做 只是交貨 一般的 所以我對這齣電影的評分 只能有C 有機會可以看看 就知道根據以前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拍照